当然了,这一点,不难知晓。 但我想,告诉女皇殿下的事,太虚也是有破绽的。 薛安卿说了很多,女皇则始终冷漠地看着她,并且五指间蕴含着深深躁动的气息,似乎随时都能将其抹杀。 怎么?你还能告诉我太虚的破绽所在? 为了老娘,想反叛太虚不成。 女皇冷冷地问道, 哈哈,女皇殿下多虑了,你的美貌我并不在意,我一开始就说了,只想要见识一下神兮女皇殿下过人的聪慧,至于太虚的破绽,就算告诉你们神兮,同样无法改变结局。 薛安卿轻声笑道,女皇在此时松开了手,她距离薛安卿很近,要杀她依旧随时可以做到。 薛安卿扭了扭脖子,上面还留着女皇的手印,显然用力不轻,让她吃痛,只是未曾表现出来。 你已经知晓结局。 女皇再问。 女皇的问题很多,不如我们一步,放心,古神界我们不会动,若真要磨灭你们,何必等到现在。 薛安卿抱拳拱手,彬彬有礼,可越是这样的模样,女皇的脸上越多的乃是厌恶的感觉,让她感觉薛安卿无比做作。 好,我托你去便是。 女皇当真是聪慧之人,我恰在神兮无聊,找个人聊聊天,正是我所想。 当然,在这期间若爱上我,正好我也不曾娶妾。 薛安卿对自己的智慧也好,容貌也罢,都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信。 仿佛她是这天下最俊的男子,就连女皇都不曾放在眼里。 在古神界众多目光的注视下,女皇同薛安卿,进入到了薛神豪内,顿时间一片哗然。 以柯云为首的师兄庶数人,暴略而出,欲要拦住去路。 柯云,守护好古神剑,我去去救回。 女皇侧过头,美眸看向柯云,轻声道。 柯云还想多说什么,但思索了虚余后,只能是抱拳拱手。 她了解女皇,这种时候,最不该的,就是质疑和阻挡。 女皇做出的决定,必然有其道理,敢置身前往,也留有后手所在,要护自己周全,对女皇来说并不难。 说完后,女皇和薛安卿,进入到了薛神豪内,其余太虚之人纷纷回归。 最后离开的太虚树人,看着柯云一众,一副居高临下之感。 杀意更是肆无忌惮释放而出,柯云面色微沉,同样散出气息予以回击。 而等蝼蚁,下次若有机会,必定将你们全部抹杀于此。 阮昌一声怒吼,其一道金像悬浮在头顶上,怒气冲冲地看着那太虚树人。 双方都剑弩拔张,不过最终并未爆发战斗,而是在太虚的挑衅之中,带着女皇离开了古神界。 萧妍所看到的画面,就到此为止了。 女皇留下的画面,说明了她如何离开,并且去了哪里,还似乎在告诉萧妍并没有危险。 爹爹,你怎么了? 萧月离已经在萧妍身旁驻足伴上,株立在原地的萧妍,无缘无故地闭上了眼眸,这才睁开眼。 没什么,女皇留下了一些记忆,方才陷入了回忆里萧妍解释道。 萧妍,将女皇如何离开的,大概叙述了一遍。 女皇怎么会同意,随太虚二殿下离去? 这不,羊入虎口吗? 萧月离惊讶道。 萧妍沉默,女皇行事不说古怪,有些时候,真的是很难猜透她心中,所思和所谋。 此番跟随太虚二殿,下去往太虚主力所在,正如萧月离所言,无异于羊入虎口,并且将自己推到了水深火热当中。 就算虚安卿,真的并非想要为难她,只是小婿的话,其又有什么目的? 那女皇去了太虚,古神界又去了哪里? 为何这里空荡荡的,什么都没有? 萧月离又疑惑地说道,没有杀气。 说明自女皇离去后,太虚真的没有找上门来过了。 那么古神界这么多人,除了其中的强者们,还有很多实力弱,根本无法支撑歉移的众人,他们又能去哪里? 萧妍也捏着下巴,但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思索这个问题。 望着大殿内的画卷,还是将其记在了脑海当中,女皇地前往了太虚,必定有她自己的目的。 至于是什么,现在还无法知晓。 只能打算从须谦太仪那里,去搞到一些消息,看看能否有所联系。 女皇消失,是跟着太虚走了。 我有一个疑问的是,天藏王会去了哪里? 她又怎会消失? 萧言道。 萧月离也认同地点了点头,随即手掌一番,出现了一枚玉剪在其中。 玉剪没碎? 老头应该还活着。 萧月离认真地说道,萧言一拍脑门,这应该不用怀疑。 走出了大殿,数艘方舟上,先魔骨戒的强者们不急不躁,一切都等待萧言的指挥。 此时的萧言陷入犹豫,一时间似乎没有了头绪,就算要前往去救女皇,那么太虚的具体方位在哪里? 而且以她现在的战利,又该如何去救。 要是能和在捷径中那般,拥有暂且化作尊上的能力,便是好了。 萧言苦笑,显然是不可能的事。 古神界什么都没有,萧言四处搜寻一番后,便是打算离去。 然而,在萧言四处搜寻时,最终停留在了属于她的萧府当中,走进萧府后,其中庭院里,石桌上有着一个棋盘,引起了萧言的注意。 而在这棋盘上,并没有棋局,只有两颗棋子,一颗白子一颗黑子,分别置于中心处。 这是何意,萧言目录沉思,萧月里则看着萧言沉思。 没有棋局,说明棋义并不在棋,而是在这棋子上。 两颗棋子,置于中心,一左一右,一黑一白,忽然萧言眼中露出清明之色,抬头看向了四周。 莫非,我们所看到的一切,皆是障眼之术。 柯云师兄,别闹了,出来吧。 萧言大声开口道,其声音传荡而开,萧月离错愕地看着萧言,则是不知道是何意。 果然是九识地,稍稍一点波,便能悟出一切真意。 就在这时,熟悉的声音便是传出,随即眼前的古神界仿佛活过来一般,眼前的一切如风吹散,原本空荡的庭院里,突然出现了众多的身影。 所有目光都看着萧言这些身影,正是以柯云为首,疼爱萧言有家的师兄们。